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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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呢? 那邊有, 這裡有 是, 這裡有 我好, 我很抱你 無緣無故都有這個工作 去年都不讀, 有沒有? 每年都是這樣 美其明說搭載校戶一年來的資資 實際上就是告訴他們 我們幫他們賺了多少錢 吸引他們繼續簽合約 不過去年你還不是大小姐秘書 我還在清潔部就不能參與 大小姐很緊張今晚的酒會 她叫我早點來打電 還叫我聰聰聰聰聰聰聰 我也好, 所以我們快點談好座位表 好嗎? 好 細龍先生說他今年 跟黃總有個大項目要談 他們一定是坐主家席的 對著他趕台 大小姐也有事想陳總幫他搭路 放在他這台 陳總和黃總是打對台的 不, 你們把他們的同一台唸架 不然, 大小姐就坐那台算了 你上我的豁出去嗎? 你不讓你老闆和黃總坐那一邊 你也會說 他是老闆, 接農集團主席 當然要坐主家席 有辦法 我們把兩張桌子並排 兩張桌子都這麼近 大小姐就坐那邊, 你老闆就坐這邊 兩張就像是主家席一樣 聰明, Benny, 出口酒看看行不行 這隻大小姐不錯的 不行, 這隻酒細紅生說 每次喝酒都談不成生意 不行… 那快點, 別人換了 來, 鳳先生 你們倆怎麼比我早 你們老闆叫我們來撿頭撿尾 這個功能都是市場部跟開的 我們是副做的 放心, 我明白的 有些事我也要和你們倆合一合 以免兩房人有什麼不滿意打大架 沒問題 陳總, 剛才談過合作計劃 我再叫比書和你約 好, 再見… 好, 再見, 陳總, 再見 竟然會安排陳總坐在我旁邊 今晚的酒會流程也相當順利 我很滿意 大小姐叫道我當然會做到 我是一個想發明的人 如果我今年的成績 可以比農曆的好 我就額外出一份優惠給你 謝謝大小姐 就著剛才的合作計劃 吉二屋接到急訂單, 一個人有五千 整個具體的情況… 大小姐 我等一會不跟你車走了 你看你, 眼睛發光, 這麼開心 又去秘魯 我批准你們去秘魯 不過大前提是不可以影響 接龍裡面的工作 我剛才不是說了嗎? 我還可以回去工作 跟我回去追蹤剛才的合作計劃 但辦公室不是有阿May嗎? 你瘋了嗎? 阿May在放大假還沒回來 要不然酒會 用不著你來跟頭跟尾嗎? 省 在叫大小姐回公司 我豈不是沒有再積結屋單純的事嗎? 你怎麼整個屋子這樣站在這裡 你再重複一次嗎? 雖爺, 我… 大小姐, 我想你誤會了 我不是去給勞, 我是去收封 收尾封 剛才收到阿朵的訊息 這麼開心 就是因為阿朵答應我去喝東西 剛才大小姐, 你不是去了廁所嗎? 是… 我偷聽到阿朵和小龍先生 他們一針油黃的東西, 好像 油黃的生意我和龍力士爭取的 他是不是有什麼新的意見 要交給爸爸? 我就是聽不清楚 所以我就主動約阿朵喝東西 你竟然利用朋友的交情去收封 你真的很無恥 大小姐, 你不喜歡嗎? 我就是喜歡這麼無恥的下屬 才是自己人嘛 你約了他幾點喝東西? 我請, 你去收封 OT等我來就行了, 很簡單的 我是OT, 你去收封 是呀, 梁小姐 幸好過了骨 昨天晚上這麼晚收這麼多 不用回這個好早餐也對不起自己 大小姐, 早晨, KC, 早晨 昨天我收了什麼封? 收封?你說收貨吧? 女士, 你叫我訂了箱嗎? 沒有酒精、沒有防腐劑 大人、小孩都一用的拾紙巾到了 一包這麼少, 多給我幾包 是呀 你幫我連著手袋和收封筋 一起把我辦公室放在辦公室 來…答我 那你昨天收了什麼封? 昨天說完謊就算 完全沒想過今天回來怎麼鬥 你幹嘛輕輕機? 你昨天是不是真的去收封? 因為你沒空, 阿蓮找我幫忙 弄得我三個早上通知 我真的去收封? 我什麼都收不到 什麼?你什麼封都收不到 昨天晚上整晚 都沒有收到細龍山電話 我什麼訊息都沒有 我又不知道怎麼聽起一個話題問他 你不會冠罪嗎? 酒後吐真言, 你不會嗎? 大小姐, 你伸出你尊貴的手指 把我刷破暈筋吧 傻子, 我幹嘛要刷破你暈筋 你做得這麼好 我愛你也領不及了 你什麼做得好? 舅舅, 你看不到嗎? 本天就說了 艾頓莊昨晚沒有收到龍利士電話 那真的代表什麼? 真是說龍利士不知道昨晚 柔王原來出了事 這次沒死, 急著走計劃 舅舅, 進來商量一下 柔王出了意外, 腳受傷 你還約他去踢足球談生意 你是不是瘋了? 球場就是他喜歡的地方 那我就約他在那裡 他心情自然會好 可能會想做一宗生意 這樣吧 Fanny, 如果你現在要戒口 不可以吃喜歡吃的東西 但我又偏偏帶你去餐廳 看著我不斷吃 那你高興不高興? 不高興 你姐姐就想得周到 一知柔王出事 就約了國際外科權威 飛去醫治他 還保證他以後都可以踢足球 這個項目以後阿蓮你跟進 知道, 爸爸, 我一定會努力 都談了這麼久, 時間到晚了 我知道名人飯堂 推出了一個全新的星級 深海龍躉午餐 不如我們去嘗嘗, 中部位 知道 不用了 你有時間嘗試別人的新的東西 不如用來看看 有什麼需要更好 爸爸 慢慢睡吧, 爸爸 我這次又贏一比零了 不是我昨天早睡 改不及這份提案 你會拿到威? 你裝甚麼? 你根本甚麼封都收不到 所以就早睡吧 你這次是值得輸的 想不想知道我怎麼知道 我不會跟你說的 Fanny, 小龍先生說 名人飯堂出了一個 什麼龍躉肚餐的話 去吃吧, 餐廳 很明顯是你出事了 我出事? 昨晚酒會之後你雞腳走 是不是跟Fanny去了秘劫? 是 你應該知道公司有嚴格規定 不讓員工秘劫的 是, 但是大小姐之前批評 還用她來打賭嗎? 現在你跟著誰? 我絕對效忠細鴻山你一個 我現在不喜歡你秘劫 你以後就不要再秘劫了 不要, 細鴻山 現在生活艱難 我想多一份收入, 多一份保障 這不是藉口 我給你位置上去時 已經加足你的薪金了 總之 你現在只可以專心跟我工作 我發誓, 我沒有因為秘劫而影響我的政績 沒有, 你昨晚跟Fanny出去秘劫 已經影響了 他知道我沒找過你 他告訴你龍力年 龍力年就知道我什麼封都收不到 你沒找過我也是一宗封嗎? 想振殺敵 所有細微小小的東西都是出其際性的 Fanny呢, 其實是你在用你的 Fanny, Fanny傻瓜嘛 他可能跟大小姐吹水的時候 不刻意提及我 他應該沒有刻意去收封的 他沒有刻意去收封, 我不在乎 總之你現在已經跟他各位其主 其實你早就應該聰明 跟他劃清界線 不要再跟他談任何話 不要再跟他有任何交叉 由今天開始 但是你要跟Fanny絕交 要不要? 什麼要不要? 你不喜歡嘛, 反過來請進步 還有兩份A賊 謝謝… 你們跟Fanny之前吵架了嗎? 幸好天改一方 小龍先生覺得Fanny近了他身 是為了取消, 教導他沒了一個項目 所以就下令要John 跟他沒有任何溝通 大小姐知道了之後 就請強說要贏細龍先生 根本不用靠Fanny收封 所以就下令叫Fanny 不可以跟阿壯說話了 那就是兩道金鳴, 兩邊雷鬥雷窩 還說, 那兩個高層都變態 幫他打工連人生自由都不壞 認識什麼朋友都要管, 陰公 最慘的是我只顧著我的鼻子 好了, 閉嘴了… 好了… 為了五千元說這種謊話 被哄自己踩架, 還要去馬莊 你也沒心 你也沒想過你照直說 收不到封, 只是一種收封 我還是很內疚, 我要跟他說抱歉 不是… 要是…我幫你說 不要 不要 對不起, 阿壯 對不起? 你怎麼跟我說對不起? 會不會代Fanny跟你說的? 不像, 她那個人這麼誠懇 是不是有些事得住了你, 你不知道 你幫我問一下 不如你 你們倆嘗試別這麼自私, 笑什麼 Fanny那些很好笑的樣子 你聽不見了 有什麼這麼好笑, 我又來聽 她回家會說 沒什麼好笑, 又來… 有什麼好笑 她說… 她說什麼? 你說 她說今次看到貓追著狗 然後… 沒有了, 那你笑什麼? 貓追著狗, 別笑了 當然是別笑了 我十分一神想也說不通 轉帶來講, 我會強一點的 我幫你 好, 立刻開始 你不可以過來複術給我聽嗎? 我…難得福手, 我們過來一起討論 我先不要再說 我不要再說 為什麼我不可以一起聽? 你們有沒有被人看到? 我們揪了很多個圈, 反跟蹤 應該沒事的 那就好 好,我也不明白 為何我們搞這麼多東西 才可以一起吃一頓飯 我們在彼佬那裡就可以一切如常 彼佬那件事,遲些再說 我反而很想知道 今天下午你說是貓了狗的東西 有什麼好笑的?快點說 這個真的好笑 真可憐 別趕著,我聽電話再說 你真是記褲都寫不見 細龍先生,還要是視像 不聽不行,你快點離台底 怎麼樣? 細龍先生,你好 你在做什麼?這麼久才聽電話? 沒有,跟GiGi他們在吃飯而已 是嗎?送給我看看 你好,細龍先生 Fanny沒有在這裡嗎? 沒有,沒有,只有我們四個 算你聽,那就沒事了,再見 再見 這麼無聊?無緣無故打來檢查人 那個人… 怎麼了? 大小姐打給我,有視頻電話 好,又來嗎? 你好,大小姐 為什麼放了工這麼快趕著走 約了朋友吃飯? 在朋友之中,包不包含艾頓狀? 沒有 馬上360度環迴立體 拍給我看看 大小姐 又說小時候為什麼有五份餐具? 是不是艾頓狀在這裡? 沒有,沒有,沒有,沒有 誰的電話響? 艾頓上的電話嗎? 我 怎麼兩個人拍的? 你只是在電話響而已 你這個臭小姐,說謊 看你剛才的樣子真心虛 我打了八千公文 秋田園說你訂的五個位置 其中一個是Fanny 我聽到艾頓狀的那種慘叫聲 他分明在這裡,你說謊 是… 你們檢然公然違反禁令 你是不是不想老闆? 桂姬 不是,大小姐 我再給你一次機會 如果你敢再跟艾頓狀做朋友之下 有任何往來的話 你就跟艾頓狀一起回清潔房洗廁所 如果你身邊有任何朋友 想和你們檢查的話 我也派群姐做你們的頭 你們替我整整整整 小龍先生也知道了 我和Fanny一起吃飯 他們倆這麼空閒著 我只能說他們倆真是兩子弟 做的事都是一樣的 現在連大小姐也警告了我們 以後想幫你們也很難 那麼我們以後還要怎麼秘撈? Rebecca 是,大龍七 你幫我和阿蓮同歷事交的時間 我想這個星期找進去 跟他們談談大花 我和群島的投資計劃 知道,大龍先生 我夾了時間再通知你 盡快 知道 Fanny, 麻煩你現在讓阿蓮上來 大龍先生想夾個時間 這星期跟大小姐和小龍先生開會 Rebecca姐 大小姐下了一個溝通禁令 我不可以跟阿蓮有任何溝通 現在連電郵都被IT部封鎖了 不可以跟他開會 那怎麼辦? 我現在正在檢查大小姐的程序 她這個星期有兩個時間可以 我發電郵給你, 你幫我和阿蓮 阿蓮, 你看看電郵的幾個時間 大小姐和大龍先生都可以的 你再看看小龍先生哪段時間可以 你再回覆我吧 不好意思, Rebecca姐 這幾段時間小龍先生也約了客 不如這樣吧 我把小龍先生有空的時間給你 你再和Fanny夾一夾吧 麻煩你了, 再見 是不是瘋了? 小龍先生成功的時候大小姐又不行 到她生氣成功的時候 大龍先生又說不行 那你搞來搞去搞到什麼時候? Rebecca姐, 合得了時間了嗎? 不好意思, 大龍先生 我還沒合得到 還沒合得到? 只合過時間開會而已 那是因為Fanny… 不用再說了, 我現在出去吃飯 吃完飯回來, 你要給我一個時間 知道, 大龍先生 要約的內容就沒問題 進來 小姐, 剛收到市場部通知 自從有新品牌加盟了我們的藥房之後 銷量大增 市場部那邊打算在商場那裡 選一個足酒儀式, 慶祝兼宣傳 好, 高雅克 按照慣例 他們都會邀請細龍先生和你一起出席 有些事情都要跟細龍先生那邊合 合就合, 反正你也負責過 幾次這些宣傳活動 做得相當好, 你這次照顧去 大小姐, 我跟阿狀就有一個溝通禁令 阿May還在放假眉花 行了, 不用說這麼多了 有什麼就叫KC周舅父幫你 要我嗎?秘書的東西我不會的 我又不是叫你下手下腳做 你做全身孔而已, 又多難 說起有意, 你找個地獄幫他 沒有人肯幫忙 怎麼會沒有人肯幫你 你人緣不是那麼差的, 你不要騙我 自從大小姐你們下了個溝通禁令之後 我跟阿狀現在就反中真的 因為平時工作部門之間會互相合作 秘書跟秘書之間要溝通, 要合作 我跟阿狀現在不能溝通 那就要麻煩同事跟那邊說完之後 再跟另一邊說吧 那就弄得人家要加班了 那倒是真的 很久聽法律部的同事新過 你知道我們法律的東西很複雜 說一次, 浪費很多時間 現在不能約他們一起說 每件事都要重複說兩次 是 真是又煩又悶 是, 上次還弄得大龍山 罵Rebecca姐 如果Rebecca向我姐夫投訴 那豈不是 那當然不行 爸爸一定煎了我陳皮刀刺 那是不是我們可以? 不可以 為什麼?丹小姐 如果我肯定是由我取消的 那豈不是我向農力侍應低威? 那豈不是我輸了? 傻的, 當然不行 那麼大已經沒有人肯 幫我們做傳聲筒了 行了, 現在我去吧, 你安心了嗎? 粉痴阿May就快要打架回來 這段時間 如果你有任何事 需要跟藝人像溝通的話 讓我來 我才是全大房最受得秘密的一個 你怪雞 你不用指望禁令會取消 永不, 永不 這個艾頓藏, 明知道要做事 也不早點到, 真好 龍女, 你這麼早? 為什麼你這麼早? 你那個秘書呢? 我叫他不用來 你也像我那樣 不想我的Fanny 跟你艾頓藏有交往 所以自己來 看來你也是 好了, 別說廢話了 爭取時間我們做事 你也有嘉賓名單 當然, 我請了王總來 待會拍照, 他要站在我旁邊 好, 按照老規矩 我站左邊, 你站右邊 查一瓶酒 這個是不是我們要的品牌? 好 但是香檳杯好像差了一隻 我們今天請了十二個嘉賓 多拿一隻 大小姐, 細鴻先生 好, 兩位這麼早到? 是啊, 公業 稍後你是不是負責做主持的部分? 是啊, 兼且要照顧傳媒 不過現在有空的 有什麼能幫到兩位? 我們差點一隻香檳杯 不夠了 公業, 那些記者來了 你去招呼他們吧 歷史, 為什麼在長島酒店 那些點心還沒到? 我打電話去吹一下 好, 那我去找一隻香檳杯 那我去招呼他們 余先生, 你要的刺身就… 怎麼鋪成這樣?真是的 來了, 對了, 過來吧 這邊…來…放這裡就行了 你看, 龍家大小姐 和石龍先生自己下山六居 做了這些事 為什麼不叫秘書做? 不覺得他們秘書更新 難道摺龍財困, 秘書全炒了? 為什麼他們倆根本不是繼承人 所以大龍財就貶他們下來 做一些濕性的事 你先拍下他… 你們有沒有搞錯? 哪些記者拍到你們 又鋪地毯, 又斟茶地水 這些是接龍CEO和CFO應該做的事嗎? 如果你們不想做高層 你們可以跟我說 我讓你們去做打雜 我們怎麼會不想做高層? 不是這樣的, 爸爸 我們是因為很重視這個活動 所以才凡事親力親為 對, 我們新鮮事出 只是想提高員工的士氣 你們別再狡辯 別以為我不知道 你們向自己的秘書 下了禁溝通令 所以你們兩個秘書做不到的事 你們就自己做了 鬥還鬥, 令到影響公司的形象 還有很多部門都剩下你們 害他們做了很多無謂事 對不起, 爸爸 馬上替我取消一個禁令 不然我就取消你們兩個高層的身分 讓你們去做打雜, 倒茶地水 不好意思, 大小姐 市場部有個緊急活動 請了你和細龍先生出陣 有些事又要我和阿藏夾 這次也要麻煩你了 你這麼小的事, 幹嘛要麻煩我? 你回來出糧是幹什麼的? 你自己和阿藏夾分吧 不, 但我和阿藏有個禁溝通 禁溝通令已經取消了 總之以後你們秘書自己溝通 不要再煩我們兩個了 真的嗎?謝謝大小姐 我先回去工作了 努力試你和我站在這裡 你以後別想在我的秘書身上 可以套到資料 我一定會先放一些流料 憑我的實力, 不套了 也會贏你了 明迺冷靜 明迺冷靜 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